打了打了 张楚兰和唐文龙又打起来了 而我们的小妹妹陆玲珑 却遭到了唐婷婷的暴走 甚至陆玲珑被打倒在地后 唐婷婷仍不解气地 骑在她身上持续着炮拳输出 原来就在刚刚 唐文龙的突然出现 让逃跑的张楚兰众人惊慌不已 无奈距离太近 他们在做打算以示来不及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熟人巧遇 张楚兰心中不禁大呼 真是够倒霉的 而看着眼前扎堆行动的同门 唐文龙略加沉思后 便开口询问唐婷婷 是否找到了张楚兰和全信等人 而鹿玲珑伪装的唐婷婷 顿时就有些接不上话来 随即她大脑里 就迅速回忆了一番唐婷婷的言行 然后她便立马摆出了 一副娇羞的表情答道 龙哥呀 人家还没找到呢 然而唐文龙却并不买账 她则被唐婷听到 都什么时候了 你就不能正经一点 言霸她又转头问向了唐沙沙 被勾出三师的唐婷 现在怎么样了 可易容成唐婷婷的宝姐 却沉默不语 并没有开口回答她的问题 原来是此前张楚兰已经交代过 如果要是有人问她话便一律不答 她自然会帮她圆场 不过还没等到张楚兰开口 鹿玲珑却抢先开口岔开了话题 就听她提议道 龙哥呀 你就别管这么多了 你去后面再找找吧 咱们分开行动发现 他们的几率一定会大一些 唐文龙文言点头表示答应 但下一秒 她却突然抓住了鹿玲珑的手臂 就听她喊了一声唐婷婷的名字 她就瞬间开启了毒杖 眼见身份已经暴露 夏柳青的动作也不慢 只见她用气包裹住自己的同时 就静止地从唐文龙身后发动了偷袭 但唐文龙的反应却异常迅速 察觉到背后有偷袭后 她立马就放开了鹿玲珑的手臂 然后纵身一跳 拉开到了一个安全距离 而唐文龙之所以会发现张楚兰等人的伪装 是因为她心里清楚 就算唐婷婷在怎么花吃 也不会在这种时候饭饼 既然目标已经发现 唐文龙也没有要单打毒斗的打算 她伸手摸进口袋 准备掏出通讯工具 见状张楚兰立刻提醒其他人 唐文龙正是想用官员通风报信 必须阻止她 而就在两人眼睛对视的一瞬间 天师府的金光咒就和唐门毒杖碰撞在了一起 咚的一声巨响过后 唐文龙明显落了下风 面对不利局势 唐文龙打算把毒杖开到最大 只要扛住一秒 她就可以通知门中其他人来帮忙 信息发出就意味着她的胜利 但张凌玉下手的速度 却远比她暗官员要快得多 在张楚兰的提示下 张凌玉选择用有引雷 去控制唐文龙捏官员的手 无论唐文龙如何挣扎 她始终都无法摆脱张凌玉的阴雷 此刻唐文龙发现自己的手 竟然有些用不上力 甚至连护身毒杖都失去了作用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张凌玉的阴雷 有着着心削致和息骨炸碎的功效 但唐文龙的战斗智商也很高 剑摆脱阴雷无望 她改为了攻击张凌玉本人 奈何张凌玉有金光护体 唐文龙的毒杖并未产生太大作用 眼看两人陷入僵持 夏柳青就立马从张凌玉身后 对唐文龙发动了攻击 她大喝一声后 数到零须止就静止朝唐文龙爆射而去 夏柳青这一招威力相当不俗 打得唐文龙连连后退 但这还不算晚 唐文龙身体飞出去的同时 有一道黑影瞬间闪过 追上唐文龙后 她一把就抓住了唐文龙握着官员的手 有胆量硬汉唐文毒杖的人 除了拥有金光咒的张凌玉和张楚兰之外 当属身怀逆生三重的陆琳了 看到这一幕 唐文龙有些惊讶 虽然唐文毒杖不足以比肩八大奇迹 但好歹也是唐文绝学 怎么就没有对手尊重她呢 不巧的是 陆琳的逆生三重可以让身体接近气化 此状态下的她 根本不会被对手的气影响 而这也就是她敢应接唐文毒杖的原因了 虽然陆琳现在还无法达到完全气化 但以唐文龙现在的毒杖水平 她抵挡起来也并不是特别的困难 就在陆琳和唐文龙僵持之时 宝姐却是选择了用最简单的攻击手段去解决问题 她捏着刀尖从唐文龙背后出手 把刀柄用力地敲在了唐文龙的脑袋上 唐文龙当场倒地昏迷 见状陆琳有些猛逼 她以为宝姐是用手中的刀截束了唐文龙 但冯宝宝却亮出刀笔 表示我出手时都很机智 不会干蠢事 此时张楚兰和张灵玉等人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不过还没等他们开口询问 陆琳琳就率先叫了宝姐一声 说她想借刀一用 文言陆琳连忙出声阻止 可陆琳琳却解释道 我的手腕刚刚被唐文龙给碰了一下 说吧她便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举起刀就朝手臂扎了进去 接着用力一划 瞬间就在中毒部位开了一个大口 虽然陆琳琳人比较硬核 但这一刀下去 她还是挣扎了一下 看到这血腥的一幕 张楚兰对陆琳琳又有了新的认识 但此时一旁的夏柳青却语气不屑道 小丫头骗子 旁门独障的传导方式不仅仅是血液 还有其他方式呢 莫不如你再狠心一点吧 砍了整条的手臂 说不定就能阻止毒法 夏柳青的话让陆琳琳一愣 随后她就明白人家说的竟是真的 因为她发现自己手臂上的青色 竟然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 见状陆琳琳吩咐陆琳赶紧帮她止血 不然的话她很有可能就要死于失血过多了 陆琳琳的这番迷之操作 顿时让张楚兰有些无语 随即她便在心中暗盗 先不管这姑娘是真傻还是假傻 但这姑娘可真够愣的呀 危机暂时得以解决 但张灵玉仍然提醒众人赶紧离开才是正事 然而陆琳琳却坚持说要带着唐文龙一起行动 她看了一眼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唐文龙解释道 你们别问我为什么要带一个累赘 这跟张楚兰当时选择就我的考虑方式相同 我现在身上有伤 等一下肯定会影响到你们的行动 所以我只能选择投降 而这唐文龙就是我投降的凭证了 无奈之下 张楚兰等人最终还是同意了陆琳琳的请求 随后众人走向了通道出口 不过他们刚踏上了一层楼 就发现有人守在这里 看到这一幕 陆琳琳暗自惊叹 还好他们换成了在地下室时 见过的唐文弟子的容貌 不然的话 遇上眼前的这些人肯定瞬间暴露 而陆琳琳之所以这么感叹 就是因为他们所遇到的唐文弟子 正是唐婷婷等人 可当唐婷婷看到唐文龙被人背在背上时 她顿时便愤怒地出声问道 龙哥这是怎么了 伪装的陆琳琳回道 龙哥被打伤了 现在我们正要送她出去治疗 唐婷婷虽然认可了陆琳琳的说法 但她仍表示要看到官员才会放心 陆琳琳见唐婷婷态度坚决 略加思索后 她把唐文龙从背上放了下来 然后又用手臂卡住了唐文龙的脖子 说了句真是白忙活了一场啊 然后陆琳琳才告诉唐婷婷 真是对不起 拿出官员什么的我们可真办不到啊 而就在陆琳琳说出此话的同时 她也散去了伪装 见状其他人也一同亮明了身份 看清眼前的一群人 竟是张楚兰等人伪装的 唐婷婷愤怒至己 她当想要呵斥让陆琳琳放下唐文龙 但陆琳琳却掐着唐文龙的脖狗 告诉唐婷婷 你最好放我们过去 不然我无法保证你龙哥的安全 可唐婷婷却不屑地说道 你都已经中了毒账 还在这跟我逞什么强啊 陆琳琳黑黑一笑回道 是啊 虽说我现在是浑身无力 不过呢 我想我掐断她喉管的力气还是有的 此话一出口 顿时就把唐婷婷给气得牙字目裂 但陆琳琳却丝毫没有要退让的意思 而对于唐婷婷的暴怒 她却选择了用更加强硬的语气大喊了一声 赶紧给我让开 见陆琳琳竟丝毫不怕自己 唐婷婷只好转而问向了被陆琳琳所侯的唐文龙 龙哥呀 你现在感觉如何 唐文龙闻言回道 我被打中了穴位 只是出不了力而已 可就在两拨人僵持不下之时 我们宝姐的间歇性机智并突发 她问张楚兰他们是不是要走出这栋大门 张楚兰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然后我们的宝姐就指着旁边的一个小门告诉众人 既然咱们已经身处在了一楼 为什么还非要去大门呢 话说完后 宝姐就一脚踹开小门率先跑了出去 众人虽然傻眼 但有出路他们自然是不会迟疑 旁门弟子见张楚兰他们要跑 就想冲上去阻止 无奈有陆琳琳持人志在后 陆琳想让陆琳琳一起离开 但陆琳琳却怒吼让他们赶紧走 张楚兰看到这一幕就想起了之前陆琳琳说给他和陆琳的话 当时陆琳琳告诉张楚兰和陆琳 罗天大叫上 他被全性围攻 张楚兰之所以选择救他 是因为他还有战斗力 根据这个最佳原则来看 现在的他身中毒账 继续行动下去就会成为队伍的累赘 与其这样 还不如把他直接交给唐门处理 听到陆琳琳的打算 陆琳有些担心 但陆琳琳却解释道 他们这些人对于唐门来讲 行为的恶劣程度不一样 夏柳青和金凤是最上级 张楚兰 冯宝宝和王振球属于中级 他和剩下的人是最下级 先不提他们根本就没有伤害唐门之人的举动 看在太爷陆锦和老天师的面子上 唐门高层也不会为难他们三个 陆琳琳说得有理有据 张楚兰和陆琳无法拒绝 所以在这种危急时刻 他们也没有过多的犹豫 有陆琳琳争取时间 所有人穿过小门来到了一间教室 然后冲破窗子跳了出去 见众人都已撤离 陆琳琳也拽着唐门龙慢慢向身后的出口移动 但他突然发现手臂上不知何时 竟多了一根细线 这让他有些愣神 随后唐婷婷问陆琳琳是不是也想溜走 闻言陆琳琳立马服软 他直接扔下唐门龙 然后举起双手投降 说自己已经知错 并且没有想逃跑的意思 可惜的是唐婷婷却不吃这套 他愤怒的瞬间起身就一拳打向了陆琳琳 一拳将陆琳琳撂倒之后 多余的事情少管 可这名弟子却不敢直接离开 他害怕唐婷婷直接打死陆琳琳 不过唐婷婷却再次开口让他赶紧离开 无奈之下 这弟子只能转身离去 然后他把电话打给了张望 从唐门弟子口中得知张楚兰等人离开的方向 张望立马推断出他们是想去唐总 随后张望吩咐跟在身边的门中弟子 让他们也立马朝唐总的方向追上去 但没有老校长的同意 这些弟子心存疑虑 见状张望呵斥道 危急时刻 你们还管这些条条框框干什么 去通知其他人守好学校 张望表示自己要跟他们一起前往唐总 有了张望的命令 几个唐门弟子不敢拖延 便立马静止地朝唐总赶了过去 虽然有人担心 他们几个就算追上张楚兰也没办法扶持 但他身边的同门却安慰道 我们的任务是拖延 只要等援兵赶到就行了 看到这一幕 藏在暗中的图军房对吕梁说道 没想到夏柳青和金凤还真的逃了出来 吕梁文言说道 他们这应该是有欲化毒的帮忙 也幸亏是有夏柳青他们在大楼里面搞事情 不然的话 咱们还真不好靠近这个地方了 可吕梁的话音刚落 丁岛安就突然从树林里走了出来接化道 那么咱们也动手吧 顺便也给婆婆他们减轻些压力 随后没过多久 一伙唐门弟子这边刚发现张楚兰等人 他们的队伍就立即遭到了偷袭 只见正在队伍中狂奔的小胖子 还没有任何的反应 就冬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另一个弟子刚回头看了一眼 下一秒他也中了招倒在了地上 眼见三个同门倒地昏迷 剩下的唐门弟子才反应过来 开毒杖提醒其他人 可惜的是为时已晚 对手的攻击再次袭来 眼见三个同伴还没看见攻击 就已经被打倒 剩下的一个唐门弟子惊恐万分 他没想到对手的攻击 竟能直接打穿他们引以为傲的毒杖 而且更加离谱的是 明明他们的反应很快 却仍然无法躲避攻击 暗中的敌人让这个唐门弟子 不敢轻举妄动 他只能站在原地 无能狂怒地吼道 谁赶紧出来 有种出来咱们单挑 躲躲藏藏的算什么好汉 片刻后密林里就传出了一声嘘声 接着两道人影 就慢慢地从密林中走了出来 剑来人居然是吕良和图军坊后 这名唐门弟子刚才还说 要单挑的气势便瞬间荡然无存 甚至过度的紧张 让他连对方的名字都念不全 这时就听吕良一脸无所谓地说道 我和图军坊就是两个臭弟弟而已 而真正的大佬却在你的身后呢